我的理解 因為你們兩個人都要拿這個所謂的反執政黨的選票啦 如果放任柯文哲繼續下去 因為一個往下一個往上 柯再轉移的話 我真的不 我覺得是不容樂觀啦 我怕無聊 我其實也不怕 我也不是怕他們兩個誰第二名 來 國晨老師 三缺一啦 柯文哲跟賴清德在28號台大政治系開獎 那侯友宜婉拒 這個聽說你是台大政治系的校友 那一般來講像這種可以高度有機會交鋒對決的 對於後追的或者是在野的人選來講 應該是要想辦法參加才是上策 我想第一個是現在來講還是要採取這種模糊戰法嘛 對很多問題現場的學生如果直接提問你對同獨九二共識 賴侯科都可以講出一套道理 但是目前侯還不想講出一套道理 或者是根本沒有一套道理可以講 現場就不好看嘛 雖然說這個現場可能當然政治立場上來講的話 說不定對侯比較有利 但是媒體也會在場嘛 對不對 所以現場一看 這個就不好看 那第二個呢 就是現在來講 如果你現場講的不好看的話 你就在這個民調剛出來 現在跟這個科的差距越來越小 說不定決定誰在第三個情況下 你現在出一個狀況 說不定從此之後一發不可收拾啊 這一點我認為 侯是在擔心這個問題 而且呢 台大最近也蠻熱鬧的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台大最近 這個有一個系學會長選的事情嘛 今天在這個台大畢業典禮 台大的同學就有一個學系的同學 出來抗議啊 說學校沒有把這個性評問題處理好 全系的同學串聯 自主不參加畢業典禮啊 跟校很抗議 台大學生老實講是有這種抗爭的精神嘛 而且學校再怎麼樣也不會主動去阻止 萬一現場有人在嗆讀 這個侯市長 要你把以前很多事情 新北社建設什麼 統獨內說清楚講明白 那你怎麼辦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台大學生喔 我個人認識的 不會有很大的興趣喔 去聽侯市長講你以前當鐵漢啦 你怎麼樣去對付那些 黑道那些 那個都是 我相信這個現代年輕人對那個沒有太大興趣 我其實蠻有興趣 我想要看多沒料 是啦 但是一般的年輕人喔 心腸可能比較好 他們覺得說 侯應該可以講出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不想聽 他們真的想要聽的是什麼 你對租屋啦 你對很多事情喔 而且其實有的時候 我個人的了解就是說 年輕人也不是真的很在乎說 這個候選人一定要裝年輕 一定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而是看說第一個 他有沒有那個樣子 有沒有政治領袖的樣子 有沒有他那個年齡應有的樣子 我們的學校同學就這樣 他們也不會選他們這些同學去當總統啊 所以不必裝小 要有那個架勢出來 要有那個解決問題的能力 讓大家覺得說你這個人是受歡迎的 可是目前來看 我覺得 侯市長可能還沒有做到準備 他去那個淡江 對不對 鬧得瘋瘋瘋瘋瘋 什麼沒去的人 這個沒關係 但是有去的人有加分 後來說 沒有 沒有 這個取消了 沒有這個規定 可是代表什麼 側面證明有人有提過 然後去到那邊講一些東西也變成話題 那老實講到台大搞不好那話題更多啦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其實是什麼 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而且也擔心說他講的東西不是大家最有興趣的東西 但問題說你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永久啊 醜媳婦還是要見公婆啊 這個你永遠有辦法躲嘛 將來電視辯論 你要面對那兩個人 你要不要電視辯論 還是你就缺席 讓那兩個人在電視上專心的罵你 你無法反擊 不可能嘛 我在思考他去辯論還是不去辯論會拿到比較多的票 好像不去票會比較高 我認為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說選舉要選到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不去嘛 不去 可能受的影響就是兩害相選取其輕 那這個選舉選到後面不要選了 因為選舉是要創造票員啦 這樣一直擔心說我這樣做會少票 那樣做會少票 那其他兩個人也不是失訴的 一定會繼續打你打到底嘛 那你如果變第三 你怎麼辦 這個人叫做葛萊宜啊 為什麼看到他的名字都跟柯文哲做會 這個人 請我看他看到報索也沒什麼鬆快 葛萊宜說 北京支持柯 柯文哲說 我最能夠跟中美溝通 某個媒體就把他下標的時候下得不太完整 他說葛萊宜表示 變成傾向支持柯文哲 但其實他說的是北京支持柯文哲 結果呢 逼這個人 聽到新聞做了 柯文哲回應之後 他再跳出來再說一次 沒有啦 他們都給我誤會 他說柯文哲蓄意扭曲外圍 不道德 葛萊宜說 我才沒有為他背書 柯文哲怎麼好像他的理解 柯文哲被 被葛萊宜嗆過第二次了 他上一次也是用這種 呃 這種呼嚨的方式 扭曲的方式這種 呃 就是講話不清不楚的方式 好像說 啊 葛萊宜上次也是邀請我啊 去這個智庫 美國智庫演講啦 然後這一次就 喔 自我衍生出來說 因為我是最能夠做美中溝通的人 拜託 美國要跟中國溝通還需要靠你嘛 人家一通電話也是就打過去啦 好嗎 人家一個飛機 不寧可你就可以過去 不需要靠你來跟他們溝通 OK 那所以這一次 這個葛萊宜又再度回嗆這個柯文哲說 柯是不誠實的 就是說他也 就是上一次已經嗆過你柯文哲囉 你柯文哲都沒有學乖耶 你持續的在那邊 這個故弄玄虛啦 然後扭曲人家的談話 然後這個 這個好像 啊 這個 大家都支持我 你看 連葛萊宜都稱讚 我這個是最能夠做美中之間調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取巧式的這個候選人 然後呢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 啊 他講話很有趣 這就回到了剛剛講的說 台大政見系 啊 為什麼侯友宜不去 因為 他是排在同一天不同時段 三位總統候選人 比較性相當清楚 年輕人的選票當中 從民調上面來看 柯文哲都是一支獨秀啦 就是他是最高的 那所以 年輕人會覺得 這個人好玩去聽柯文哲演講 如果你擺在同一天 那個比較性就太那個啦 因為如果你分成三天不同邀請的對象的時候 有一些人 有一些同學 啊 這個時間有空 啊 我去聽了這個 啊 有一些人那個時間有空 他去聽了那個 可是如果他 全部集中在同一天的時候 他如果早上聽完柯文哲 喔 好好笑喔 你看這個阿伯怎麼講話那麼無厘頭等等 下一場侯友宜的時候 全場帶睡覺 你覺得這侯友宜是有好處的嗎 所以當然先閃為妙啊 當然不要去嘛 但是喔 這件事情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柯文哲因為他會用這種呼嚨的方式 用這種 哇 很有趣的方式 然後講話有一點這個 自我隱身的方式 會吸收更多的年輕票 他現在已經掌握最多的年輕票了喔 年輕的支持度喔 那所以其他人呢 因為侯友宜看起來 國民黨的確是偏低啦 在年輕選票這一塊 賴清德也沒有特別強 所以很多人都在建議說 賴清德你是不是應該要多一點 這個等等等等的 改變啊等等的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不管是賴正營或者是侯友宜的聲音 都要想方設法的加強 但是想方設法的加強 賴清德至少我跟你面對面 我跟你直接接觸之後 爭取你的支持 可是侯友宜就直接閃避耶 就好像問他 這個實定區域長的事情 啊 我沒有辦法處理 我早來跑掉 就是說他一直善用逃避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對侯友宜來說 你閃一次 閃兩次